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 全台湾营救中鼎帮的签名函已经超过了十万份 三十多个民间团体也在江城会前发起 营救中鼎帮行动大队 喊出中鼎帮没回家 陈云林不用来的口号 声员人士表示 中鼎帮本来就无罪 为什么要被中共国安囚禁 要求尽速让他回台湾过父亲节 与家人团聚 台湾公民中鼎帮应修炼法轮功 赴大陆太金石 却遭大陆干州国安局秘密逮捕 并非法囚禁四十多千 长期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苗栗县议员赖元顺说 中共荒谬行径 已经深深威胁每个前往大陆的台湾人 我想感同身受 尤其是他的家属 那我们很确定 这个中共在人权 基本人权上 事实上是蛮横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两岸交流非常的频繁 那我们很担心未来我们旅游人士 商务人士一旦进入大陆地区 受到这种蛮横的国家 他们不尊重基本人权的这个理念 事实上非常担忧 人来人往的景点上 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 耐心向台湾民众解说 希望在十万营救千名函 送入总统府后 持续凝聚更多民意力量 让中鼎帮早知归来 如果单纯是探经或者是旅行 然后被抓起来的话 他真的会觉得还蛮委屈的 就是说如果能透过这样的方式 让国人知道 然后真的可以帮助到他的话 我觉得说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可以就是这样支持 我们要站出来支持他 贝钱民 因为觉得就是也是 对啊也是救人 也是帮助别人 小事一件 就希望他们能够放他们回来 从政府方面去着手 跟他们沟通 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 这样比较有实际的效应 两岸下礼拜要召开江城会 30多个民间团体 已经组成营救行动大队 强调中鼎帮没回家 钱民凌不用来 据钱也有多位桃园县议员 出面声援 我们的政府应该要 展现这个强有力的营救行动 我相信不要让我们的人民 在中国遭受非法 得不到保障 反而到他的子女 到向国外来求助 呼应我们是民主国家的马总统 他能够正心正念 爱国家爱人民的心情 来向中国 向大陆那边 拯救我们的中鼎帮同修 钟爱在脸书上 感谢海内外各界发起的营救行动 父亲赴大陆谋难 让钟爱对正义两个字 有更深的体会 再过几天 就是父亲节 钟爱说 他不会放弃营救父亲 继续挺身反迫害 找回社会正义的声音 青唐仁亚的电视 台湾苗栗桃园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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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